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老鼠操控人类 做出的美食让人类都叹为观止的故事 小米是一个生活在城市垃圾场里的小老鼠 它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那就是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 小米天生嗅觉灵敏 也因此被家族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毒药检查员 家族中的食物全部都要经过它检查后才可以吃 这天小米在电视中看到 时辰说人人都可以做厨师 这句话更加精进了小美成为一个大厨的信念 带上好机友就去寻找调料 可是却被老奶奶发现 在老奶奶的散弹枪下 吊灯连同天花板一起吊了下来 密集恐惧的我表示太恐怖 就这样所有老鼠一窝蜂的开始了大逃亡 小米为了拿那本食神之书 在逃亡中也和家人走散了 饥饿的小米对着书中食神的照片发呆 但此时照片却产生了变化 食神变成一个小精灵飞了出来 并指引小米来到他创立的餐厅 成功潜入餐厅的小米 看见了打砸工小林 苏心代意着他不小心毁了主厨的一锅汤 小米在食神的劝导下想要帮助小林 他偷偷来到灶台上 用他精湛的厨艺挽救了这锅汤 但他的这些行为却被小林看了个正着 小林急忙抓住了他 但还没来得及处理就被主厨发现了 在主厨对小林喋喋不休的时候 不明真正的服务生已经将小米做好的汤 端上了顾客的餐桌 而那个顾客正是一个美食评论家 就当大家以为完蛋了的时候 美食评论家却表示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汤 主厨并不相信小林可以做出这样的美食 便要求小林再做一次 对厨艺恰不通的小林只好和小米合作 藏在他的衣服里对小林又抓又咬 弄得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扭来扭去 最后无意间发现 就着小林的头发可以控制他的行为 就这样小米藏在厨师帽中控制小林的行为 成功的做出了昨天的汤羹 从这之后小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而主厨也在这时发现了藏在信件中的食神的遗嘱 令他更加有危机感的是小林就是食神的儿子 主厨为了赶抖这个即将继承餐厅的家伙 开始故意刁难他 让小林做餐厅里最难做的菜 不过小林在小米的帮助下都成功的化解了危机 更是得到所有食客的一致好评 小林的私房菜一度成为客人的弊点之菜 接着还在小米的神助攻下 泡到了一只爱恋的妹子乐乐 真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依次偶然的机会 小米来到大厨的房间 发现了食神的遗嘱 知道了小林就是食神的儿子 于是他急忙带着食神的遗嘱逃了出去 紧随其后的大厨还差点引发了交通事故 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 大厨成功落水 遗嘱成功到了小林手里 就这样大厨被开除了 小林成为了餐厅的继承人 而小米也在这时和自己的家人团聚了 但继承餐厅的小林膨胀了 他和小米产生了分歧 这一切都被心怀不轨的主厨看在眼里 他抓住小米 又邀请最可可的美食评论家 去店里品尝美食 失去小米的小林根本就不会做菜 就在小林焦头烂额的时候 小米的家人成功救出了他 小林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向小米诚恳道歉 并向后述中的所有人隆重介绍了小米 可后述中的工作人员 无法接受一只老鼠纷纷离开 就连爱他的乐乐也离开了 正当小林垂头丧气的时候 小米的父亲带着家族中的成员来了 他们经过消毒开始了流水仙作业 遗期也都是那么井然有序 但没想到的是 餐厅的卫生检查员 这时来检查餐厅 无可奈何的老鼠们只好将他打晕 关进了房间 随后乐乐不忍心将小林一个人留在这里 便回来帮助他 就这样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小米做出了一道杂菜会 美食家在吃过这道菜后很是感动 表示他想见见主厨 就在所有顾客都离去之后 小林给美食家介绍了小米 但这样的场面 美食家实在接受不了 选择了默默的离开 第二天 他发表了一篇表扬小林餐厅的文章 希望可以再次光临 满足口服之欲 但最后却因为卫生检查员看见了老鼠 所以餐厅还是关闭了 好在美食家出资 支持小林和小米重新开了一家名为料理属王的餐厅 其实不管是小林还是小米 都是城市中的小人物 他们努力的成长 为了梦想去奋斗 而生活就应该这样 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管前路多困难 都要一往直前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及订阅小丽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咯